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节课我们已经开始讲史记的本文 讲《项羽本记》 刘邦实际上他的起义时间比项羽要早 为什么呢 我估计是安徽大车乡那个时候 《陈胜无光起义》的时候 刘邦他的胚 徐州边上的胚离安徽特别近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响应起义了 项羽这愧计 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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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两个人愧计 就绍兴 那消息传过来稍微晚一点 所以他们起兵晚了一点 我小时候懂《项羽本记》都很感动 我总觉得项羽的起兵 项羽 项羽 项羽起兵肯定被刘邦找 但是后来的时间一比对呢 还是刘邦找 所以刘邦实际上也是资格很扰的 他不比项羽 项羽啊 资格里的浅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 项羽本记 项羽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那么现在项羽呢 这个 杀掉了这个音通 这溃进的起兵了 那这里面呢讲到一个陈殷 这个陈殷也是描写的 史记里描写的非常有意思的 陈殷者 他呢 项羽带了八千人渡江以西 闻陈殷以下东阳 这个东阳不是我们今天浙江的东阳 他是安徽的东阳 安徽的东阳 史史约以联合聚系 东阳这边呢 也有支部队 项羽想跟他联起来 那么陈殷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陈殷者故东阳令死 居县中 肃信井 称为长者 东阳少年撒起令 相聚数千人 于自长 无事用 乃请陈殷 大家起兵了 起兵了之后呢 最后起义成功了 把这个秦朝派下的那个县令杀掉了 忽然觉得我们没有威信很高的领导人 那么请谁呢 请县里面的当时的县令手下的一个官 叫当地人 威信比较高的叫陈殷 应谢不能 应谢不能 大家看看这个谢是什么解释 谢谢啊 谢就是拒绝 谢 我们今天有个成语叫谢去参观 谢就是拒绝 应谢不能 就是陈殷拒绝了 他说我不行 最强立英为长 县中从者的两万人 那么少年于立英便为王 宜君仓头特起 这些少年起兵了以后啊 不单推陈殷为领袖 还希望陈殷自己就当王 陈殷当王了好啊 王这个地位高了 手下的人封下来都是比较大的官了 是不是啊 上面又高下面又高 下面又高 是不是啊 你比方上面做一个皇帝 下面可以封到丞相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这个那个时候 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了 这个秦朝起秦朝成圣无光起义之后啊 天下乱得不得了 一个县起兵了之后 就说你做王吧 你做王我们都能跟司葬旅长干干 是不是啊 这个这个这个有意思啊 但陈殷的母亲很有见解 陈殷某为英约 自我为儒嫁妇 为上文儒 仙谷子有贵者 今抱着他大名不祥 不如有所说 四成又的封厚 四败也予亡 非世俗子民也 陈慎不敢为王 陈殷乃不敢为王 她说她的母亲跟她讲啊 自从我嫁到你家里 你家里都是做小官的 从来没有做什么很大很大的 你呢 忽然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名气啊 名声太大了不好 这个出头的转子鲜烂 是不是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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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啊不好 你你你你呢 不如找一个领导人呢 你听他的 成功了 你也有好处 不成功了 人家也不会通缉你 肯定要抓抓第一个人 是不是啊 你你还好讨一点 那么陈殷 听了他母亲的话以后 他就不敢做王 你看看司马迁的鞋啊 他真的小的好 他没有短短的几个字啊 把一个人的性格完全都写出来了 啊 维基军立员 他跟手下的人讲啊 他说你们推我为王啊 我非常感谢 但是我们现在呢应该怎么样 他说怎么样呢 他说 向氏世世世将家 有名于楚 仅约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 我一名作王庆弊 他说向羽啊 在我们的边上 现在部队已经到我们边上了 我们这个部队呢 就给他啊 我们投靠他 跟他联合起来 他呢 家里相宴啊 什么相将 世事都楚国的大将 那么我们投奔了他以后呢 跟他联合起来之后呢 情果一定伟灭亡 我们大家也都有好处 那么重宠其言啊 因为陈殷这个人威信比较高 他讲的话也很好 那么下面这些少年们都听他了 啊 我们想起一件事情 新黑革命五张起义 是不是啊 这个这个这个 五张起义成功了 这个时候没有领导人 后来把黎元宏的床底下拉出来 你做领导人吧 对不对啊 我们想起来 我们进队史上 要有那么一个事情 黎元宏躲到床底下去了 把他拉出来 黎元宏以为要枪毙他 吓得要死 他说不枪毙 请你出来做领袖 因为当时起义的 为首的三个年轻的军人 他们不过是连帐排长 觉得威信不高 这个督督啊 这个黎元宏签出来也可以 所以那个革命的 新黑革命的不出底性啊 有时候也暴露出来 看起来新黑革命 跟这个陈英这边呢很像啊 于是众从起义以兵做向梁 梁向梁渡怀 那么穷补补将军也以兵所业 反六千万军下胚 你看向梁八千人起兵啊 一过了 一到了江西以后啊 他马上他的部队啊 把陈英的部队收起来 把英部的部队收起来 把补将军的部队收起来 一下子有六千万人啊 军下胚 下胚大家知道 我们那个三国演义里面 吕布就在下胚白门楼运命的 对吧 他也是个军司要阵 打仗的地方 军司要冲的地方 向梁问陈王定死 遭诸笔将会削祭祀 向梁听说陈生肯定死了 那么群龙无首了 那么遭那么多的人啊 到削这个地方呢 商量事情 削记得吧 什么地方 也是个重要的地方 孟上军奉宣科 孟上军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 孟上军他的封地就得削 也是个也是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此时 配公也起配网宴啊 那么向梁召开一个军司会议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大家看看点到了 就刘邦 跟向梁相遇的第一次见面 就这个时候 向梁那个时候军司最大了 六千万人啊 可会 大家过路奇异军都来可会 其中有约路的领导人就是刘邦 又引出了一个人 居超人犯正年七十 素居家好奇迹往随向梁曰 陈慎拜故当 夫勤勉六国 处罪无罪 此怀王若情不凡 处人莲子子敬 故处南公曰 处遂三户亡情必处焰 朕仅陈慎守四 不离处后而自列其事不成 今君起江东 除丰护子将 皆征服君者 以君世世楚将 唯能佛的处子后焰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继某很好 继某范真是很有本事的一位军司家 向梁向羽都把他作为一个参谋长 我们今天话里说参谋长吧 他参谋长就这个角色当得不错的 但是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跟刘邦的战略不一样 刘邦是要统一天下 刘邦后来实际上继承的是秦始王的政策 推翻了秦始王 但是他用的都是秦始王的政策 秦始王就是把天下变成郡蟹了 不搞分立了 统一的大帝国 这个范真帮助向羽呢 他是搞分立的 看起来政治路线上不同 军事路线不错的 打仗的策略是不错的 他这里劝向羽 向梁 你现在要分奉诸侯六国 分奉诸侯六国 并且向梁觉得是对了 燃气炎 那么要找一个领导人 他们要找领导人 找谁呢 反正跟他讲你做领导人还不行 找一个什么人呢 大家看看也有意思的 那就楚淮黄孙 新 民间 最后找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楚淮黄 他的孙子 名字叫新的 在民间把他找到 楚淮黄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去园那个时候啊 去园第一个 去园时的第一个王就是楚淮黄 楚淮黄后来死了以后是清香王 就楚香王 去园死的时候是楚香王倒震 去园祖祖徒 祖三旅大夫的时候 那个是楚淮黄死的 楚淮黄最后是被秦国骗到秦国去了 楚淮黄这个人啊 这个评价啊 可以一分为二 可以说你多少座位很难说 但是还是蛮有过气的一个人 秦国 他说 后来把他骗过去以后 他说你要想回去可以啊 给一块土地给我 楚淮黄凝死不可 我宁可死人在这里 我也不可楚国的土地给你 所以还是有过气的 他死了以后 他的尸体回到楚国的时候 楚国人 十万人出去拧接他的尸体 扩生脸天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楚淮黄还是不错的 不错的 当然 史记里也好 史记的楚史家也没讲楚淮黄做多少事情 我们从最后的记录来看 楚淮黄还是得人心的 所以向良最后找了楚淮黄的孙子 楚淮黄肯定有很多儿子 清香王子 然都是他儿子 肯定有很多儿子 不知道哪个儿子的儿子 找到了一个 总是楚淮黄的血脉 他已经在民间牧羊 这个小孩子也有去针对放羊 放羊放放的时候 忽然说你就楚淮黄了 楚淮黄了 那么 另一位楚淮黄 这个是活着的时候 把他留为楚淮黄 你就是楚淮黄了 爷爷的好就是你的了 他爷爷是死了以后得到楚淮黄的好 他是活着就是这个楚淮黄了 那么这个是从明所望也 人明希望 这个楚淮黄不错 那么曾因为除上住过丰武县 与怀王都惜于 这个陈寅果然做大怪了 做了相当于 上住过呢 相当于这个 丞相这个位置吧 山宫当中一个 地位很高 并且封给他有五个县 五个县 项链很高兴啊 对不对 我只有八千人的时候 第一个来投奔 我的就是陈寅 这陈寅当地位性很高的 陈寅一投奔了以后 你看 银布也来了 补将军也来了 项链也要立出个榜样来 谁投奔 我最早的 我跟你最大的管 你就是上住过 你的地位比我项链还高 我无非是将军嘛 对不对 你上住过 文的你管 武的我管 这个陈寅看起来 他的母亲啊 还是有见识的 项链自好卫五星军 当然 主外旺这一遍 实际权利掌握的项链手里 项链使佩公的项链 别共成养徒子 项链派了佩公 结项链两个人呢都带兵 所以这个时候啊 楚外皇的时代呢 看起来项链跟刘邦的关系不错 刘邦向链后来两个人说 我们两个又位兄弟吧 楚外皇的时候 项链把刘邦的爸爸抓起来 你怎么样 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把你老爸把你喷掉 汉朝有个很残酷的形态 喷 喷什么喷 知道吧 刷一大锅水把你放进去 像煮鸡一样的把你煮起来 项链刘邦这个人 他到底是政治家 他没有好可怜偏 也没有说救救爸爸 喷好啊 他说 我们两个曾经结拜兄弟 我们两个结拜兄弟 你想我们两个是兄弟 那么我的爸爸就是你的爸爸 你一定要喷你的爸爸 我也同意 喷了以后 你的爸喷了以后 你这个若根千万不要忘了 分一杯给我吃 这个刘邦是军事家 是吧 自己的老爸被绑在一个台上 要杀的时候 他能够讲这样子的话 项鱼边上的人 像不跟他讲 不要喷了 军事家自己的性命都不够 还顾了他一个老爸妈 算了 并且下语 刘邦我听说 他老爸跟他关系也不好 喷了也就喷了 刘邦罪的时候 他老爸经常骂他 刘济 刘邦还有一个号叫刘济 济 济我们大家知道 伯仲济 伯仲说济 说济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当然这个没有的话 这个也可以叫济 老小就是 老妖就是济 刘邦上面好像有两个哥哥 两个哥哥 济这次有两个哥哥 是不是年轻死掉一个不知道 他老爸经常骂他 你看看你大哥 你看看你二哥 都老老实实本分人 他们又买天又造房子 你每天在外面游手好闲 刘邦是个军事家 是个政治家 每天当了个亭长 不知道怎么当了 亭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乡长 或者一个小镇的镇长 每天在外面 刮囊刮囊 没地方这边骗饭吃 那边干什么 他老爸经常骂他 刘邦做了皇帝以后 也很有意思 史记里记者 他把他老爸叫来 看看怎么样 你以前老师叫我 向我的哥哥学习 现在我的家也大 还是我哥哥的家也大 老爸赶快说你的大 你那两个哥哥绝对比不过你的 那当然 整个天下都是你的了 这个史记里面 司法清的笔法写得是栩栩如成 写得非常好 可见以后的回忆起来 打给愿位兄弟 就是这个时候 向良叫刘邦跟向宇两个带兵 你们两个一定要互相资源 你们就像兄弟一样 往打的时候 大家都要互相资源 别供陈阳 这个陈阳地方堵成徒子 我们中国古代有个规矩 你这个陈 假如叫你投一下 你投一下了 没关系 不投一下就徒子 徒陈 西部勤军浦阳东 勤兵奢若浦阳 佩共项羽乃共定袍 他们两个经常联合作战 看起来 联合作战 他们两个两支部队 想向定袍打 顶陶卫下 去打不下 看起来秦国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去 西里的地子雍秋 雍秋的时候呢 大铺秦军斩李渤 大家注意啊 这个李渤是什么人 大家知道吧 李渤就是李氏的儿子 李氏的儿子 李氏的儿子这个地方被斩掉了 后来糟糕 污名李氏的时候啊 说你大儿子的李渤那边啊 你看还跟农民起义军联合叛变了啊 当时大爷信息不是很通的 秦二世居然也相信糟糕了 相信糟糕 实际上那个时候李渤已经被杀掉了 杀掉了 项梁做总司令的时候 他的手下两支部队 你看项羽刘邦 手相披靡打过去 他很高兴 骄傲起来 项梁手下一个人叫宋义 宋义乃见项梁月 战胜而将交作斗者拜 尽作少斗矣 情病日夜 臣为君威子 项梁服听 宋义 宋义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他跟项梁讲 现在是将军有点骄傲 士兵有点懒惰了 警惕性已经松懈了 实际上 他说 那个时候秦朝的军队 知道我们力量强起来 都要发兵 都要围攻我们了 尤其像张杆 他们都要过来了 你要警惕一点 结果宋义 项梁没有听进去 并且觉得宋义这个人 话太多 叫他到齐国去 齐国就是我们今天的山东 你到山东去 联合山东这边的齐军 道与其死者 高林军 显 碰到这个高林军 名字叫显的 说 高林军显说要去见项梁 他也 他这边派宋义去 那边也派了一个人过来 项梁说 你想见到五星军吗 他说是啊 是啊 然就是啊 他说我呢 写的判定 这个论就是判定 我判定五星军的兵呢 一定会失败 为什么呢 现在秦国已经大兵压尽了 他还非常骄傲 功徐行 即免死 急行 则即活 你 我劝你 齐王派你去 你是一定要去见的 但是我劝你路上走得慢一点 慢一点快一点 无所谓 是不是 慢一点快一点 无所谓 你走得慢一点 你走得快的话 可能跟项梁一起被秦军打掉 你走得慢一点 可以避开这个祸 古然这个时候呢 秦古其兵 一张杆 这储君 大铺子定袍 项梁死 项梁死掉了 大死掉了 佩功项羽去外往 攻陈柳 陈柳 坚守不能下 佩功项羽 项羽谋越 看起来 这个时候 项羽跟刘邦都占有 对一起商量 仅项梁军破四座孔 乃于呂成军 聚引兵尔东 呂成军 彭城东 项羽军 彭城西 佩功军大 他们三支部队回来了 张干 已破项梁军 在一位处地并不准忧 乃渡河就造大铺子 像张干这个人 把项梁打掉了以后 他又很骄傲了 他觉得 这支部队 乌合自重 不堪一致 看看有六千万人 没什么了不得 我去打重要的 先打照过吧 大铺子 这个时候 赵羽为王 陈柳为将 张日为相 借走落 聚落成 大家注意 陈柳跟张日梁 从小的好朋友 非常好的 本来是一个做将军 一个做像好朋友 但是后来成为冤家对头 冤家对头 后来张日跟韩兴两个带兵 把成语杀掉了 破罩的时候杀掉了 借走落聚落成 聚落 张干令黄梨 朔坚为聚落 张干君其难 庸道而书子说 拥到 古代的人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吃饭 是粮草 是个大问题 大军未行 粮草先行 大军还没出发的时候 粮草要先走 这个粮草 如果运到路上 被人家抢了 非常不好 所以大兵 住在这什么地方的话 他肯定要做个拥到 拥到什么呢 就是我做一个 像人这么高的一个墙 坐起来 里面呢 运粮食 我什么时候运粮食 你不知道 就不给你看到 说不定晚上运 说不定白天运 因为你看到了 他们会骑兵追过来 想你的粮食 你想想看 粮食不得了啊 是不是啊 你十万人部队 带出去的话 一天空吧 就至少一次十万斤粮食 两天就是二十万斤 不得了的 这个军粮是很重要的 就不得了